糗了 这洪志坤收远雄嫁金 黄世坚被法院打脸判居 市府团队有人拿到了巨额的 不当的这个嫁金 那么有答应远雄 要怎么样去妥协大巨蛋这件事情 那我听到的人 就是现在离职的这一位 就是刚刚的这一段话 让本市议员黄世坚 被市府前顾问洪志坤告了 判决出炉 王世坚被犯拘役50天 我们快来听听王世坚怎么回应 这件事起因 台北市长何文哲的重要智囊 前市政顾问洪志坤 今年1月提出请辞后 王世坚接受民事访问时 质疑洪志坤拿了远雄的钱 去桥大巨蛋 这个传闻听说是当事人远雄 他们在法院接受侦查的时候 他们去透露出来的案外案 洪志坤当时气愤破文骂 被王世坚这种人抹黑 就好像踩到狗事一样 并控告王世坚加重诽谤 台北地院审理认定 王世坚无法证明 洪志坤确实有收远雄的钱 因此判王世坚拘役50日 得一颗法金5万元 邓新闻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